环球网消息 近日日媒报道 8月30号 日本右翼议员企图登上钓鱼岛 中国四艘海警船出井拦截 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约12艘舰艇对峙 中国海警舰艇撞击了一艘日本炮舰 成功阻止了日本右翼议员登陆的企图 虽然目前消息还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 不过 中国海警阻止日本人登上我们钓鱼岛 完全合理合法 撞击干扰我执法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 显示了实力 信心和勇气 值得称赞 日本过去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 现在仍然对我们领土怀有野心 中国必须对其予以坚决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从9月15号起 到11月下旬举行大规模军演 动用兵力约10万人参与 日媒指出 演习是为强化防卫能力 防范海洋活动日趋频繁的中国 在此次军演之前 日本石原岛八重山渔岳协会五艘渔船 出现在我钓鱼岛周边海域 企图实施登岛行动 中国海警派出四艘海警船 成功将日本渔船阻隔在钓鱼岛领海之外 但令人关注的是 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12艘各式船舰 与我海警船周旋对峙 官民配合制造事端的意味十分浓厚 国防时报报道称 过程中一艘中国海警船 直接撞上日本海上保安厅炮舰 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前 岸田文雄 河野太郎 高石枣苗等三位候选人 竟然都拿出了明确的保卫钓鱼岛和协防台湾岛的思路举措 中日关系的风险正在上升 另据日本防卫省12号发布消息称 10号上午在鹿尔岛县燕尾大岛以东皮连区 发现一艘潜航状态的潜艇向西北航行 附近还有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舰航行 防卫省据此推测 射数潜艇可能是中国的 消息还宣称 12号上午又发现一艘潜艇 在鹿尔岛县横当岛西南偏西的皮连区外侧航行 从东海向西驶去 共同社说 潜艇于皮连区潜航在国际法上没有问题 但防卫省可能认为在领海线附近航行属于挑衅行为 因此特意公布国名予以牵制 专家表示 在上述海域潜航的潜艇有可能是中国的 也有可能是美国或其他国家的 日本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一定是中国的 听什么指责中国 再说日本海自潜艇在中国家门口前航的事情还少吗 从美日对中国海上威胁的角度看 中方潜艇在日方皮连区活动次数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 活动的海域不是多了 还应拓展范围 近期自民党内某些势力的负面言行 以严重采线越界 不可否认 国际政治环境 尤其美国拉日制华 日本国内渔情氛围等 又使自民党某些势力在对华关系上 势强成硬 除此之外 再明显不过的就是日本正情 加剧了这种强硬反华的企业